Hello大家好,我是Colomon,上次講到來到這個燈塔的地方 然後我們要解敗才可以去到下一個區域 但是上次我去了梅血,所以有些機關還沒解完 現在就解敗了 因為我中途再回來,所以其實對於這個路線好像沒什麼印象 究竟要誰打誰呢? 不太記得了 好,這裡慢慢來 這裡我開這個,這個我們... 咦?這個還沒打的? OK,不要緊啦,照樣打 那我自己也升了少少level,我的精靈 你看到我的下已經27,非常之強 對面那隻只有16 雖然對面是水系,同樣一樣,但是我們都可以用水技打 另外我學了新的技能,就是這隻叫飛淺的技能 飛淺這招技有45的威力,然後命中率有95 都是一樣有1-3次的機會可以攻擊對手的 那我們看看打不打到兩次以上 咦?打兩次他就死了 因為這招技比這招水鉗更加強 不過當然啦,他用的能量相對地就會提高 照用水技 OKOK 這隻...這隻蟲應該是那隻...那隻甲蟲 那隻雷... 那隻電甲蟲的進化 我猜他... 樣子都很麻煩,好像西牛那邊的樣子 有點古怪的樣子 好 為什麼這個還沒... 哦,因為我上次沒有收拾 好了,然後我們就要開這個... H的房間 哦,H房間就是那裡這樣可以開 OK 接著我們要開J J在哪裡開 哦,有了,看到了 OK 看來是要一步一步地解 幸好我看到... 我現在才看到上面有字 其實... 現在才發現到 但不要緊,我們成功來到... 這裡先 吞你 這隻好像火牛,沒什麼特別 普通用水鉗都應該贏 這招應該都贏 這招跟那招不同 就是他有100%命中 然後... 那個能量的消耗比較低一點 暫時這隻蟹都沒有什麼特別技能可以選擇的情況下 我會選擇兩招都帶著先 等他遲些升到一招強的技能 再選... 再兩招可以選擇其中一招 嘩 效果不准的一樣 但打死了對面 這個就是等級壓制的威力 各位 第一次見 這隻 看看 看一看 不怕水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不怕水 哈哈 看看你會不會死 太屈肌了 這隻 這隻就好像一隻 鋼魚的... 即鋼魚的過優卡 這樣 如果Pokemon的話 不過當然啦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怎樣開 A的 沒問題 OK жест 而這個 這樣的時候 來了 這次… 應該是最大的部分吧 這就是大部分 第二層 應該不會再要... 第三層... suspicious 到達大部分 我猜要差不多的 去角圖嘆這裡 就在這裡了,嘩,竟然有這些機關地下 OK,來,不說那麼多廢話,馬上來開打 噴射風,這次應該就是那隻船翼風的進化 超噴射,沒什麼特別 這次應該是水鉗,應該也會掩死他 不行,三下,三下,好,nice 第一次看到有三下 還有呢,我剛剛想起之前這隻蟹是裝我的道具 這個道具我選擇,暫時來說我覺得火龜會比較好 光美松我又不太想練 老實說,他雖然是強大的潛能,但感覺上不太適合 我覺得應該不太需要,好,來 早盒蛋糕 來 他的機關其實也跟Pokemon有點相似 噢,這隻 我覺得他贏我不到 恐嚇 應該就贏我不到 他應該是威嚇特性 我想要這隻 我想要這隻 嘩 他是怕水的 那他是絕對不會贏到我 如果他怕水的話 火岩龜 火岩龜 魚三家 可惜還是要被我憤怒之檢驚死 噢,真的一下擊中 一下擊殺呢 我的魚三家 我的魚三家的主力已經變成這隻蟹 已經不是那隻龜了 有點太破壞這個平衡 對,這一隻 說到第一個道館 差不多頭兩個城鎮 已經有一隻這樣的蟹 那個怎麼收拾 噢,OK 我現在不能收拾了 嘩,這個 應該是 這裡 然後 應該是這個 然後這個 OK,先拿這個 800元 OK 然後是 這個 然後應該是 咦,這裡是不是錯了 這裡好像錯了 這裡錯了,走錯路應該 應該不是這裡 這裡 然後這裡 然後這裡 這個 對了對了,OK 然後這裡 刀 來 焗不甲蟲 OK 消耗得挺快的 SP 用了這招技 可能要多帶點SP的藥水才行 效果不就不藥 但又擊殺了對手 30 搬藥紙 那隻穩固的東西 我現在高的13 應該水鉗也應該死了 一下就死了 太厲害了 這隻蟹 如果他還可以進化 那就應該更厲害 這隻將會成為我天氣隊的主力 真的還有很多層 嘩,看不到東西 走到這麼近才能看到我 沒有什麼特別 這隻招救 對手 其實這些太容易打 我可以把這些影片片段都飛過 因為基本上都是對我沒有什麼影響 對手 對面不會造成我太大的傷害 也不會暫時見不到一些新的面孔 所以可能我考慮如果重複的對戰我會飛 這個就不是重複了 這個就難得的強化能力 全攻擊 其實速度真的偏低 37速 要不要加點速度呢 加點速度 兩攻一速 好像那些網絡遊戲 我很喜歡這樣 我會把這個技能打死 電缴泥 我不會怕水 我只會用水技 我會怕要打死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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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還有一隻 雪人熊 還是不怕水 不要緊,我照樣用這招,已經沒有SP了 一次,盤手 哇,幸好,休息一下 嘩,不要死啊,磁技 差點死,護龜護龜 先換一隻火龜出來 很危險啊,沒有打中 這裡應該怕岩石吧,怕火,OK 延盡,延盡一下應該秒 突攻守,完全突攻,沒有記錯,好像沒有加速度 煙幕 使用者周身,提高閃避率,沒什麼意思 我覺得應該不太厲害 全特攻 嘩,多危險啊 非常危險啊,不可以再這麼危險 總合蛋糕中,給這個 OK 好,來,Safe 這隻遊戲,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忘記到 我這隻遊戲是難度是偏困難的 所以精靈一死,它就會回歸大自然 我不想回歸大自然 這裡解謎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地下 心靈先生 又來挑戰者請進來 你們想到達能量塔頂,那你才能通過 沒辦法解我的代碼 什麼導人碼 拿一個電,我輸入了四個顏色 入代碼,你絕對有十次機會可以破解 剛剛將油色的保險絲放入你的袋裡 你怎麼可能破解到我的密碼 你需要輸入代碼 當你想要提交你古力代碼 按這個紅色按鈕 之後門就會通電 正確的話門就會打開,但我覺得沒有可能 屏幕會顯示有多少保險絲是對的 位置放錯了或者完全沒有出現 綠色代表對,橙,黃色代表錯 紅色代表只是有根保險絲不是我代碼的一部分 OK,紅色就完全錯誤 黃色代表這個密碼對,但不對位置 OK 好 那他有多少個密碼? 好 OK 我不是很難的,這些慢慢對位而已 先把四個放進去 有兩個錯,兩個對 我們把綠色和紫色扔走 綠色紫色扔走 綠色紫色扔走 OK 哇,不是吧 綠色紫色扔走 那綠色紫色不是一部分嗎? 好 我想一下 兩個都有兩個錯,兩個對 那我們這次 把藍色和橙色調成綠色和紫色 OK 看看他有多少個對,多少個錯 嘯 嘩 嘩 還有兩個錯,兩個對 想想一下 好吧,可能要再試多幾次 這裡 這裡放紫色 這裡放綠色 這裡放黃色 淺藍色試試 逐個逐個試試吧 沒所謂 都是有兩個對兩個錯 看不到之前的組合玩 糟了 我都未看得 未記好那個組合 不要緊 我們重新來的 我記得紅色黃色有機會是對的 剛才好像 綠色放在這裡 綠色紫色放在這裡 咦有兩個對 兩個錯 應該是綠色紫色對 綠色紫色對 然後是紅色黃色錯 然後是藍色和橙色 藍色和橙色 應該這樣對 應該這樣對 咦? 有20秒鐘可以改 what? 等等 紫色綠色其中一個對 咦剛才有兩個對 難道黃色是對的? 藍色應該錯 那我改...紅色? 沒有,沒有改紅色 橙色呢 我應該是 有兩個對 我猜是橙色和紫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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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綠色和黃色應該改 一個改藍色一個改 紅色 紅色和黃色 黃色應該也錯 紅色吧 紫藍橙橙橙紅 試試看 嘩?還是錯 沒有啦 我覺得要GG 嗯... 沒有啦 猜不到 其實有點難 好啦,應該輸了 不要緊啦,我們慢慢來 這裡輸了 咳 怎樣 哈哈 我贏了 可以再給一次機會 我為你輸入 讓你再次嘗試 OK 還可以再玩 好,慢慢玩 這次 紅橙黃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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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錯一個 適合的顏色 好,那我們這次留 紅色 紅橙紫淺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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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橙紫淺 然後這裡改用 這裡改用綠色 兩個錯,一個對位 有個對位,那就是其中藍色和紫色有一個是對的 應該是對的 應該是對的 這兩個是對的 這兩個是對的 這個紫色 這個藍色 然後就... 紅色我覺得應該是對的 紅色放在這裡 綠色放在這裡 我可以讓我去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再試一下 變了 變了...變了不適合 啦 再來 試一下 這次黃綠 紅紫 黃藍 紅紫 有一個對 有一個錯 太難猜了吧 其實這個... 我猜紅色應該不像在這裡 太難猜了吧 我覺得 綠色 綠色也不像 淺藍色 難道... 對 對了 兩個對 兩個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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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逐個試 我覺得藍色應該是對的 所以我們選黃龍淺藍 黃龍淺藍應該有機會錯 咳 來 又錯 好啊 糟了 黃龍淺藍 不對 兩個對 位 只有太少時間 我想不到 這樣先 咳 中了 終於中了 OK 什麼 竟然破解到我的代碼 我要把這些寶業拿回來 我對你也是太仁慈 下次會更難 其實已經很難了 老實說 因為他一來 怎麼說呢 這個遊戲 就好像以前 有個Block Game 就是古顏色 那這個呢 他就... 跟他幾相似 但是他就... 我不記得以前的版本好像比較簡單 這個版本好像比較難 現在才第四層 那什麼時候才到... 頂層 因為我們的目標好像是要到頂層 我記得 嘩 還有這麼多 現在才... 好像是對戰塔 這個 好了 我們今集時間玩了這麼多 我們下集一定可以去到這個... 能量塔塔頂 好了 下次再見 拜拜 1 他的每個小子 對戰塔 clutter 更多 也選擇 升為經燥 無不足 找到